国际最新消息 路透社跟英国BBC报道 哈马斯对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发动火箭弹攻击 目前没有传出伤亡 特拉维夫当地时间26号中午响起防空警报 哈马斯至少发射了8枚火箭弹 以色列防空系统立刻展开拦截 在天空画出树道白烟 有民众拍到火箭残骸掉在学校外的人行道上面 路透社也指出 这显示尽管以哈战争已经超过7个月 哈马斯仍然有能力发动火箭弹攻击